這個問卷其實是花不了太多時間 其實我現在蠻喜歡用這個Google表單的 因為它好處就是你不需要去撰寫任何程式 你只要把你的問題設計好 包含這個問卷的題目 它的標題叫什麼 副標題裡面給一些東西 然後就是加入你要的項目 那這個項目裡面大概就是四種 一個是長條的這個短的就是文字 文字區塊多一點的 然後跟單選複選 最後就完成了 你可以從這邊新增項目 它裡面就是有這麼多 不過我大概就用一文字 就是你的名字 多行就是你的行業別那個單選 可能你的高階進階你的程度 核選大概就是這四種 然後你們我做完之後的話 我就把它怎樣 這邊有個查看即時表單 就會有一個這個結果了 那我只要把這個網址告訴各位 你填完之後 那可是這個網址這麼長 通常我會用那個縮短網址 那在Google裡面就有內建了 所以我就用那個goo.gl這個 這個goo.gl這個網址 那可以把它縮短 貼上 shooter一下 它就會有一個網址出現 那另外當然呢 它會也會有一個 這個QR Code 應該是這個 然後呢也會有一個相關的紀錄 我覺得這個做的還蠻不錯的 比如說你們點擊的次數 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那另外你們用的 哪些瀏覽器 這邊也會有紀錄 那我是強烈建議 如果你使用Google的相關雲端的資源 一共Chrome會比IE來得更好 因為IE有一些相容性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說哪一個平台 現在幾乎都Windows 我發現有一些點擊次數 是用什麼iPhone 或者是Android 一些智慧型手機 那這邊還有區域 大部分就是集中在這個 台灣 那甚至有一些連結 有扩擊到全世界其他地方 它也會顯示出來 還蠻有趣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想要知道 某個連結 它的點擊情況如何的話 其實可以用這個Go點擊 也蠻不錯用的 而且它也沒有什麼費用的問題 但是可能有一些訣竅 像比如說你會想說 那個網址要不要更好一些 因為其實我這個都有刻意選過的 你們有沒有發現 那我最後怎麼選到的 其實都是這樣子 因為我不知道哪一個好 我就這樣shooting 覺得這個不OK 我就給它一直shooting 一直shooting 我當然希望這個最好記為原則 所以我可能會shooting很久 在裡面挑一個 可是多了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把它打勾打勾 這邊有個hi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小訣竅 如果這樣子 我不知道 Google會不會覺得我是討厭鬼 一直 這樣一直亂按 不過它也沒有規定說不行這樣做 所以有些原則 其實為什麼我會這樣用 因為我用手了 我發現這個是好方法 所以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表單這個也是一樣 最早用在教學上面 也是我有時候突發奇想 我想說用什麼方式 可以很快速的取得 你們的答案 以前的話可能要印出來 你們填完 填完之後回收回來 可能又要再key到excel 然後這結果當然很浪費時間 所以我想這個方法 那你們填的東西填到哪邊去呢 其實就到我的試算表裡面 這邊其實有一個就是 查看回應有沒有 上面23 所以你們填的東西都在這裡 那我會做一個就是 因為個字法的關係 我會把你們的名字遮起來 遮一下OK 那我就可以看到你們填的紀錄 全部都在這個地方 而且還蠻方便的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說 你們相關哪個行業 那我可以顯示回應內容摘要 然後還有就是說 我如果想要知道呢 你們的一些 就是你們的那個程度的話 那我可以什麼 顯示回應內容摘要 點擊下去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幫我怎麼樣 顯示出一個 最後我要的看的東西 那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就是把這個資料 下載成為excel檔 有沒有 這邊也可以下載了 兩個方案 一個是直接利用它裡面的內建功能 直接產生圖表 一個是你把它下載成excel檔 那excel裡面呢 也可以做後續的統計跟分析嘛 我覺得這樣就很棒了 還蠻夠用的 最重要的是 它不用寫任何程式 也不需要去架設一些網站 以往你要取得使用者端的資料 超級宇宙麻煩 還要架一個server 然後寫程式 再架資料庫 才能取得 想到就已經頭痛了 那這些都不用了 OK 所以我蠻強烈建議啦 那另外它的穩定性各方面 我覺得也沒什麼問題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生過什麼樣的狀況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呢 各位的程度 看起來 我們這個班 大概集中最多的就是這個 進階 所以可見的 我們這個班 那我比較驚訝的是 高階的有六位 有大概 百分之二十六的同學 是高階的 所以我們這個班 其實臥虎長隆 蠻多是高手 那如果你是這個等級的同學的話 我是強烈建議 你如果我講的 你會覺得太慢的話 那你可以先去看後面的範例 或者是其他的範例 然後呢 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來討論 甚至當然你如果工作上有遇到什麼樣的 一個問題 你沒辦法解 也許歡迎可以提出來 我們再來討論也OK 那進階的話呢 當然這個地方更好 如果你已經熟了一次 那這部分我當然我可以 花比較少的時間 再做一些 一些 在這方面 可以花比較少的時間 那入門的同學有七位 可能如果你是選這個的同學 可能 你要多花一點時間 來去上課 可能要 預習啦 或者是說 可能要課後再多一點時間 做一些複習動作 那再來的話 有關那個 上課希望以哪部分為主 看一下 其實第一名 最多的 VBA與資料庫 這個佔了百分之七十三 大概七十四了 所以可見的 大家對於VBA 跟資料庫之間的關聯性 導致興趣比較濃厚 OK 第二個的話呢 有關那個 VBA與工作表的自動化 那這個比較偏重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的工作表 不只一個的話 可能你有一個以上 那你要怎麼樣 讓他們之間的 資料做一些處理 也許這邊的資料 掉到那邊 後續我們有一些 相關的範例 不過剛開始還是 就是多半是以單一個工作表 會以單一個工作表為優先 再慢慢延伸出去 就是多個工作表應用 那工作表當然呢 不外乎就是增加工作表 刪除工作表 然後呢可能去做一些工作表的相關的移動 或者是一些後續的處理 這個我想 因為理論上 我這個工作表 比較多的 會用 會放在進階的課程裡面 不過我們看 實際上的進度 再來衡量 然後其他的話 就是我們解說 這個蠻多的 也是我們的重點 然後有關函數的進階應用 OK 所以大部分還是集中在上面這個區塊 好 那為什麼來上這門課呢 絕大部分都是 就是這個第一個 自我成長 不過好像大部分還是 跟業務上面 工作上有一點關係 好 那大概了解一下 大家的一個學習的情況 會比較好掌握 所以看得出來 我們這個班 其實程度 都不算太差 但如果你旁邊做的是高手 好 也許你們可以互相切磋一下 好 再來的話呢 請 就是接下來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那個 進入到我們的課程裡面 不過在講這個之前 我還蠻強烈建議 各位可以去 就是了解一下有關表單的應用 就我剛剛講的 如何使用Google的試算表 那表單試算表 那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你可以從Google的雲端 雲端硬碟 你可以從這邊 其實在我其他課程裡面呢 我也有稍微提到了 其實你會看Google表單 它的優點就是 不用寫程式 因為以前要做這些事情 大部分都用什麼PHP 什麼ASP 什麼什麼什麼JSP之類的 那但是你要做這些事情 你要加一個Server 還有一個資料庫 你用PHP大部分用MySQL 如果你是用ASP的話 ASP.NET 你可能用SQL Server 這都不是一般人可以升任的 但是你又要取得 使用者端的資料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它可以快速產生圖表 另外也可以下載 這個Excel的檔案 那相關的東西 大概就是Google裡面的雲端硬碟 如果你沒有 這個東西你如果不熟的話 建議你可以多花一點時間 那它也可以當雲端硬碟使用 也其實就可以FTP 所以其實基本上如果以前你要加一個FTP 也麻煩 你乾脆用這個來做好了 那像我的雲端硬碟 它免費空間大概15GB 不過後來我發現不夠 好像我又花了一筆錢 好像買了20GB還是多少 會忘記了 看一下我的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裡面的話 大概現在應該 不只我買了100GB的樣子 所以從雲端硬碟裡面 可以從這邊進來 然後這邊會秀出我的所有空間 那這邊的話 我的總共空間就是128GB OK 那其實我有花一點錢 買了一些空間 裡面的話 我覺得是用起來是還蠻OK的 那當然一般性的需求 就是你可以把一般的錶單 變成雲端錶單 再配合QR Code 你就可以很方便 讓很多人可以幫你填寫 不過後來發現 在這個以前同學 用了一個還蠻好的應用 就是說他們上班的時候 需要做團購 所以團購的時候 你要不要買 這邊有個QR Code 你掃一下 你要買什麼 列出來 馬上就可以團得起來 而且經常每天都在買 都買吸的 而且這應用 真的還蠻好的 這同學跟我講的 我發現這也是一不錯的應用 對不對 還有就是說你 如此類的 那你不用把它想得太複雜 如果你今天有需要 就是取得大家的一個回應的話 也許甚至是投票 以前我也做過 類似用這來做投票系統 比如說你要投給誰嗎 你就選一下 然後送出 每個人一票 那一定要登錄才能夠投 也是可以用來做投票系統 沒有問題 只是說可能不是那麼嚴謹 那其他的話 類似像這樣 他可以做一些選舉布景主題 然後可以輸出 go.gl等等的 其實很快就可以做得出來 這個提供也會參考 如果你對於這個部分不熟悉的話 請各位就是把這個部分 再應用一下 另外像我這邊有一個 就是我們上課的那個雲端硬碟 其實我這些資料 也是放在雲端硬碟 再分享給你們 變成一個短網址 那我也可以把我要上課的檔案放在這邊 你們也可以直接放上來 那點擊 除了它可以放成一個 有點像硬碟之外 裡面也可以放一些資料 圖檔也可以 甚至是你可以放什麼 放那個我要給各位的那個程式碼 那程式碼特別之餘 等一下注意一下這邊 右上角有個彈出視窗 如果你將來要複製裡面的公式或者程式碼 請注意 一定要按一下這個彈出視窗 就有點那邊 有沒有就要把它彈出 因為如果你沒有彈出的話 將來你在複製的時候 會有很多換行 那程式可能執行會發生錯誤 另外就是說 在這個檔案裡面 其實功能才可以共用 要不要給人家共用 這邊也可以點擊 然後還有諸如此類的應用 像你們如果加進來 好像這邊會多出很多的登錄 就是很多狀態 OK 那等一下我們就接著來看第一個階段 那個有關文字與資料函數部分 那請各位先幫我把那個範例檔先做下載 並且下載完之後 把它解壓說 解壓說到桌面或者在哪裡 然後 並且開啟那個範例檔 先把那個我們的那個範例檔裡面的 那個 範例檔裡面的那個 範例檔裡面的那個